OberAce外卖平台如何设置分时段菜单显示 如何设置菜品类别的排序 如何设置菜品排序 如何设置菜品类别描述 首先我们 登录 餐饮云线上商城 点击分时段显示 修改 设置一个分时段菜单 外卖及自取勾选 选择适用的星期 设置适用的时间 勾选需要显示的菜品类别 如这里选勾选三个类别保存 不想显示的菜单 设置净用保存 分时段显示UberEats我们选择启用 点击排序分类排序 如我们把开胃小菜移动到前边 再点击菜品牌序 对该类别的菜品进行拖动牌序 如一开头的菜品移动 移动 根据需要设置菜品的牌序保存 接下来点击分类 接下来点击分类备注修改 输入分类备注 保存 完成设置之后 点击UberEats价格 点击同步到平台确定 接下来打开 重新回到UberEats平台 点击刷新按钮 可以看到UberEats平台 已经按分时段 来显示对应的菜单 分类排序 分类描述 同时 菜品的排序也已经按设置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